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殿下 和尚书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找到合适的人了 是个流浪汉 相貌与和温馨有八分相似 在牢内放两天 再刻意装扮一下 文远博绝对看不出破绽 殿下 真的要换吗 有什么办法呢 谁让和静忠 把他那个没出息的儿子 当成宝贝一样 能帮的我也已经帮了 把人带给齐民吧 要干净些 香 真香 何大人 请吧 你下去吧 是 何大人 虽然与令公子不完全一模一样 但足以瞒人耳目了 多谢齐大人 何大人 你这是干什么 你我同僚 何须这个样子 齐大人就小儿这一命 便如同我儿再生父母啊 这件事还须隐秘 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我知道再过两天就是新年了 但绝对不能让令公子在府中过年 得赶快把他送走 越远越好 好 一切听齐大人安排 这件事情得抓紧了 下官明白 年关将近各项开支吗 何境中的病好了吗 何境中的病全好了 又忙着替玉王办事了 是 这前些天还卧床不起呢 这些日子又突然又突然 精神百倍起来了 每年吏部到了年终 就成了玉王的一个钱袋子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顶地和境中 或许无奈之下 会让刑部在何文心的身上 用了什么办法 能有什么办法 难不成放个假的进去 把真的何文心给换出来不成 刑部还真敢这么干啊 何境中不会无缘无故的病欲 你去替我查一下 如果齐敏真的走了下策 这两位尚书大人 就用不着我费心了 只要把消息透露给谢玉 东宫自然会替我们 去料理之后的事情 为了一个吏部尚书 玉王居然使出了 换死丘这样的下策 好啊 我该他再多陪一个刑部进去 此时亲民做得隐蔽 我们能察觉到实数侥幸 此时何境中 已经将何文心 从牢中接了出来 按道理来说 应该马上出城呢 不许多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偷偷地 又赚回自己福利去了 何境中的老母 最是溺爱这个孙子了 大概是想再见一面吧 这样正好 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把文远博也叫上 只要能在何府抓个现行 玉王这个年可就过不好了 你 performer 快点走 ah 爹 我不想走 还有几天就过年了 你要帮我送到哪里去啊 为了保命 不走不行啊 齐少数再三嘱咐 不能让你在府中过年 趁着黑夜快走吧 何大人 杰哥 你 干什么 你都放开我 这大晚上的 你要把贵公子送往何处啊 侯爷 侯爷 文远决业 你都看见了 这刑部的胆子到底有多大 你总该相信了吧 多谢侯爷 要不是侯爷您鼎力相助 我儿子的仇就报不成了 文远伯 文远伯 走 跟我进宫 去见陛下 走 文远伯 爹 走 我有事好商量啊 爹 你救我的 爹 文远伯 爹 景瑞 景瑞 允君 你听说没有 听说没有 听说什么呀 在杨柳心杀人的那个何文心 你记得吧 记得 判了斩刑 关在天牢 他老爹何敬忠啊 真的是厉害 居然和刑部尚书齐敏勾结在一起 找了个和何文心一模一样的 把他给换出来了 这 不可能吧 这怎么不可能啊 齐敏还真是挺大胆的 不知道这招以前有没有使过 玉京 这怎么说都是极其隐秘之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托令尊大人的福 不止我知道 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 什么 是谢玉 换求这件事情如此隐秘 他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 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殿下 文远伯托着何敬忠入了宫 此刻 太子门下的御史们 都在 都在忙着写我的奏本哪 殿下 您得救救我呀 谢侯爷做事如此决绝啊 那文远伯连翼拉着何敬忠 进攻告狱状 这样一闹 就是陛下有心偏思 也做不到了 说起来都是朝中六部重任 做事竟然如此龌龊 这朝里大臣都怎么了 如何协助君上治理天下 这都是朝臣的错吗 君者 元也 所谓元卿则留卿 元卓则留卓 如今在朝为官 坦诚待人被视为是天真 不谋心机被视为是幼稚 事风如此 谁人之过 你还真是一鸣惊人啊 我当你平时不理朝局 居然有如此看法 请受小弟一拜 你就别打拒我了 这些也不是我说的 是苏兄吗 以前我们在郎州 经常屏住夜谭 所以我也想不明白 苏兄既然有如此理念 为何会选择欲望 他也根本没得选吧 太子和欲望又有多大区别呢 苏兄曾说 立军立德 所谓军名臣直 方为社稷之性 我想对于苏兄来说 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不能扶持一个 在德行上令他信服的主君吧 九位 你说苏兄他会不会根本不是 是 什么 是我胡思乱想了 是我胡思乱想了 莫名其妙 我觉得他不是真的辅佐欲望 你为什么这么说 感觉 有没有 散 你 你 你